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文 谢谢小文小朋友关心我们 好可爱 别的观众都看完睡不着 他是没有看到睡不着 他可能以为我们这个灵影照片是用看的 现在我们也一样在摸对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可爱 你看他写信来那个照片 那个地址都写在信封后面 然后前面都没写 正面没写 写在半面 正面很乖 也许以后还可以重新再用 非常地可爱 谢谢小文 谢谢 谢谢 这么多朋友关心我们 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 今天要介绍两位朋友 第一位做照片是林淑蓉小姐 嗨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一个观众朋友 来自我的故乡 你介绍 林中伟先生 你好 你好 周小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大哥不敢当 这就对了 林先生认公职 对 在卫生局上班 卫生局 对 而且住了 我们还是住邻居 真的啊 知道我是嘉宇 对 知道 今天我也能先上一个节目 是嘉宇 刚刚小文提到了 我要触摸你的照片 我们先来看你的照片 好 这张照片 是由三重的林太太寄来的 拍摄的时间是今年的5月7号 拍摄地点是在台北的木栅 根据林太太的来信说 当时她是站在茶园的一角拍照留念 身后并无异样 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之后 位于后方的椰子树和建筑物之间 似乎隐约可见两个人脸 这个要不仔细看 还真的是看不出来 我们这张是经过放大了之后 对 他画我 我是觉得还好 我猜到这个郑先生会怎么说 你说 不知道 看一看才知道 我猜到那个车中师会怎么说 看看 看看再说 很专家的解释 这张照片 这位小姐的她的左上方 有一个红色圈出来的圈圈 它出现上有两个隐隐叶叶的人头 这两个人头的话 看起来就好像清朝的人有扎着辫子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从灵学的角度里面去分析的话 那也就是说 人死掉以后 他在一种所谓的一种中阴生阶段 或是说所谓的 他灵魂的一种过程里面 会在另一部空间 会在游移 那也就是 刚好 这位小姐拍照片的时候 刚好这个灵魂的一种 它本身的一种灵魂的一种影像 在这边出现 可是既然灵魂的照片的 这种灵光出现的是 祥和的契机 所以它没有凶性 没有煞性 所以这位小姐拍到这个灵魂的照片 对它也没有关系 可以放心的 我想这个现象的产生 应该是一种错觉 那么它是由画面当中 三个元素所构成的 第一个是这些白色的窗架 第二个是 也只是一些比较偏白的树叶的部分 那么第三个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在窗户的后面有白色的窗帘 那么我想这三个东西构成了 这一个让我们看起来 有点像是幽灵的影像 我想这纯粹是一个错觉 不过不同的光线 不同的角度 可能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 所以我想 它可以是一张相当有趣的照片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趣的照片 但是不管用什么角度去看 三重林太太 这样照片 您大可以放心 不其实假如它还有 在同一个背景拍的另外照片 可以拿出来对阵一下 也寄来给我们 也许不同的光线 像中间说的 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影像 实际上不太可怕 您可以安心 对 我们要听故事 俗容 故事 好 我讲这个事 因为我的堂哥的儿子 我子子 从小看到他长大 他很聪明 又很会读书 他最近就就读一所台北的很有名的大学 那这个事情是今年发生的 就是发生在他同学的身上 所以他心里蛮难过的 就是说这所学校 因为他们同学有五个人 有三男两女 然后就说 约约说要去玩 他们想去晴天刚玩 然后说好 那就三男两女 就骑三部摩托车 就两个男的载两个女的 那另外一步就是一个男的落单 那三个 三部摩托车就走 就到晴天刚去 然后他们就 那是晚上的时候 他们想去夜游 然后就去 那去玩 玩到回来的时候 那他想说 就要往那个七星山 那就是往那个梦幻湖那方向 就要 他要走阳金贡路 然后就走走走到 看到一个凉亭 想说在凉亭 就我们就在那边休息一下 聊聊天 他们说好 那就休息 那这个有载女孩子 那两部摩托车 就把他停好在旁边 就架起来 那另外那个落单 那个男的 他没有把摩托车架起来 他把摩托车就 就翻在那个路边这样翻倒的 然后他就走 走到那个凉亭那边 石桌那边去趴着休息 那那四个人就在那边聊天 聊得很起敬 很开心啊 聊一聊 他就看一下手表 哇 现在是凌晨 一点 快一点了 他说啊 我们应该要走了 那么晚了 然后他就要走 看到他那个落单 在哪里 怎么趴在那边休息 怎么那么累啊 玩怎么那么容易累啊 他就去把他叫醒 我们要走 要出发了 他说好好好 走走走 然后就三部摩托车 就一起走 然后走 他们就往那阳津公路 那很会 那里很会起雾 他们就越走 那雾就越来越浓 想说 都看不太清楚 蛮危险的 他想说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绕回来 走我们原路 就是去晴天康的原路 走回原路回家好了 那他们就绕回来 一看 怎么剩下他们两部摩托车 落单那个摩托车 那怎么不见了 他人也不见了 没有跟过 对 我刚刚有叫醒他 他有跟啊 有跟着我们啊 可是我们一转过来 就看不到了 他觉得好奇怪 我们还是绕回去找找看 他们就这样找找找找 找到那个凉亭 一看到 他的摩托车 还是翻在路边 他人还在趴在那边休息 奇怪 他们就 怎么这样子 他们就 就三个月中去把他 四个月去把他叫醒 叫叫 你怎么又睡着 我们不是出发 你怎么又睡在这里 我们又绕回来找你 叫你 就一叫叫叫 又叫起来了 要走了 那一起走 那那四个说 这样好了啦 我们三部摩托车 就这样病着走 那你在中间 这样我们看得到 不会又跟丢了 他说好 他们就三部摩托车 就走 就走回家 然后就走到阳明山下了 然后走到那边 他们就到一个 一个中山北路跟中正路 那边有个素食店 回家素食店 他们就在那边停下来 就说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在这边 各走各地就回家了 五个人就这样讲 好 那我们就各走各地 三部摩托车 就这样回家了 然后一回家 然后隔天早上 然后落单那个男的姐姐 就打电话 给另外那两个男的同学 为什么我的弟弟 怎么到现在早上 还没有回来呢 他说怎么还没有回来 这不可能啊 我们在那个 我们还到中山北路 跟中正路那边 我们就分手 我们都讲好了 各自回家 怎么没有回去呢 奇怪 这样子 那好了 那我们就帮你找了 那他们两个同学 就去找 很难的 就去找 然后就找去问 去问问 都找不到 找遍了 都去问 奇怪 会跑去哪里 也没有联络 怎么会这样子 那突然间两个 突然间好奇怪 想起来 我感觉到 很有默契 要不要去那个 我们去交游那个地方 交游那个地方 去找找看 真的找找 找到那个凉亭 你说对了 找到凉亭的地方 然后他 看到那摩托车 就倒在旁边 然后就一看 他人还趴在那个石桌上 还在那边休息 睡觉 他们两个就好生气 就一直念 你好坏 为什么还在这里睡觉 怎么不回家 害我们都被骂 找你找他要死 什么什么 然后就去把他推推 起来啦 起来啦 还不回家 现在都几点了 早上几点了 他就把他摇 他说奇怪 怎么都没有反应 他摇一摇 他不对啊 就摸摸他 又怎么没有气了 身体都有点冰了 他想怎么会这样子 他就很紧张 就很怕 就赶快报警 他就报警 然后警察就来了 那要请法医来验尸 那验尸 那个验尸 起那法医说奇怪 没有病啊 他是怎么死的 然后也没有车祸 什么都没有啊 就这样死掉 然后他就算一算时间 他死掉 那时间是十二点多的时候 就快一点的时候 就是他们第一次 就说看到凉亭要休息 第一次要休息的时候 那时候他趴在那边 就已经死了 就已经死了 然后不对啊 就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我们叫醒他 还叫得起来 然后还跟他们 还有两次 两次 对 来回两次 然后还在那边睡觉 两次都叫得起来 还夹在中间 跟那三不摩尸 这样一起回家 还聊天 那他们同学 越想越怕 然后那个报纸 也登出来了 就说 就在那个什么 往阳津庆部 那个凉亭那边 死了一位什么 那一个大学的 一个学生 死因不明啊 到底是怎么死也不知道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发生的 报纸都有等出来 这样的故事 我们好像第一次听 对 可是这真的事情 而且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还是他的灵魂 被什么带走 还怎么样 还是他的气还是很旺的 还是流在那边 那是这样的 想不通 摩托车人 还跟他们回去 我觉得那个同学应该 如果你看到我们前面 跟我们联络一下 你说哪一位同学 就是跟他去交友那些同学 不要跟我联络 好 好 我们来听听林先生的故事 你看 这个是发生在十年前的事情 是我亲生经验 那是在七十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记得好清楚 那因为很特殊 那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一翻身的话 有时候眼睛会张开 看一几秒钟 再合着睡觉 那时候刚好是我翻过来的时候 眼睛张开的时候 奇怪 怎么有人穿眉而入 那奇怪怎么穿眉而入 然后第一个进来的话 长得有点像牛的面孔 牛 牛的面孔 然后穿的衣服是 比较灰黑色的那种衣服 中间有一个束腰 一个这样的绑的 然后 古装衣服 古装的那个形形 绑腿这样的形形 第二个进来的话 长得有点的像 马的那个面孔 穿的合黄色 装扮也是 一样的装扮是合黄色 那牛头这边 挂了一串的那个手铐 很漂亮 很小很漂亮一串 那马面这边 挂了一串的那个铁链 手头进来都没有声音 然后呢 他牛头进来到 我在我旁边的时候 站着一直看着我 那时候我感觉很奇怪 他们两个是要干什么 我就看着他们 那马面拿着一本事 这样翻 然后这样看 看着我 然后要看这本事 看着我 看这本事再看 那直指差不多有 四十多秒的时候 那牛头转过去 问马面说 是不是这一个人 马面回答说 不是 咬咬头 两个人同时出去 牛头这边 马面这边 同时出去 门突然变得很开 可以容纳两个人出去 那时候 我感觉到我连门出窍 跟着他后面走 一直想说 他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跟着他们后面走 那我发现说 牛头去抓一个六十几岁的白髮老公公 跟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那牛头抓的话 是用这个手铐一丢 那速度非常快 一声 那两手就铐住了 就把他拉到旁边 一个穿青年装的把他拉 带走 那马面她抓一个四十几岁的妇女 用铁链 一声就绕一圈 然后就拉 也是交给那个 穿青年装的 青年装 青年装 但是要拉的时候 那妇女在哭 哭的时候 请等一下 让我把事情交代完以后 才跟着你们走 那我看到马面 脸色一变 用这个手哼的 一声就拍下去 事到如今你要有什么话可说 那就哭了就拉过去 那这样 那突然间他们就不见了 那我就用走路的回 我再回去 回去的时候到 我的床上怎么睡一个人 我一看 原来是我自己 那我就头一阴的话 就完全醒过来 那一天晚上我不敢睡觉 电灯一直点着 然后等到天亮 我赶快打电话给我太太 所以牛头马面出来抓人 全家大小 要小心 要注意健康 瓦斯水电也没有关 免钞也没有关好 这样 然后在三十一号 因为这个隔着就是 园内的一号二号要放假 我从台北做中心号回虎尾 到虎尾已经晚上九点半 然后我去看 因为我不忍心让我挺了一个大肚子的太太 那出去用摩托车载我回去 然后就贴着行李 走了 走一多公里多回到家里 已经满头大汗 我把外套脱下来 坐不到五分钟后 然后想到 要往台北的班车 我们忘记看 看看能不能顺便再画一下座位 我就骑着摩托车出去 那差不多一公里多的时候 就开始发抖 人发抖 门开始发抖 一刹 那头有点晕晕的 那就勉强一直起 那时候台气站是在 黄金戏宴的后面 那就勉强先到那边看了以后 就开始 心脏好像有点要停止的那种感觉 有点恶心 然后就绕过那个圆环 往 那有一道中央市长那附近 对 银行旁边有一个清锅小菜 那时候就快要晕倒了 那我就勉强坐下来 那老闆趕快 趕快 那个希望拿一碗给我 我喝了几口 那吵了几口去 就比较好一点 那时候是在想说 如果21号马面说是这个人的话 我就会被他抓去 或如果不是的话 那31号我也去 也许是逃不过这一关 所以我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边 来跟大家包含了经验 然后在于1月7号的时候 我下完班 我要走回到我住的地方 在我家附近 那旁边有人 臨死大概的那个联堂 那我走过去 我有点好奇心把它看一下 就看了一下 我刚才愣直在那边 那个相片怎么 那一位六十几岁的六百花老公公 这是我看到的那一位 我当常愣直 然后呢 我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想说 那牛头是不是负责抓懒的 那马面是不是负责抓你的 因为两个懒的都是牛头下去抓 你的是马面抓 这是我想 那还有 我曾经看到医学上的报导 在一个人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死亡率最高的话 是三点到四点的时候 那时候我精神一看的时候 刚好是三点半 如果我感觉到说 懒的是不是对这种事情的话 看得比较快一点 你能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不舍得 就会把一些事情交代完以后 然后才会安心地离开 牛头外面都长了一百八十公分高 身材很魁辱 跟我们就是小时候 听人家讲的故事里头描述的 是不是一样的 牛头没有脚 没有脚 没有长脚 牛的面孔有点像牛的面孔 马面有点长 头大不大 头蛮大 看起来有点像印度人那种形态的面孔 这个故事也是我们第一次听的 对 平安无事就好 这个时候请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大家听听大陆的书的故事